1983年8月 美国一个名为使命火星的独立机构向心 火星有过或存在着文明 该组织成员们还提出一个更为新鲜的论据 即在人脸部远处耸立着三堵大墙 三墙依据40度、60度和80度角相接 其外形很像金字塔 火星上的前噪气候和强风掘布 它们只能出自高等生物之手 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刚开始 在此之后 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又找不同时间 不同角度拍下的有十项的火星照片 用计算机处理分辨 结果出人意料 原先被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光学 而且还显露了原来只露出演出 毫无疑问 石像的客观性不容怀疑 与此同时 科学家还算出了火星上人面石像的大小 从头发到下宝为1.5千米 宽1.3千米 比地球上的人面石身石像要大上几千倍 无独有偶 两名美国计算机专家在判读 无意中看到火星北半球 上面刻有鼻子 嘴巴和眼睛 甚至可分辨出瞳孔来 离人面石像9千米的西面 有城市中的道路和断坦残壁依稀可见 1971年11月13日成为火星 在它拍摄的火星表面照片中 也有人发现在埃利西高原 在南极地区有几何构图十分方整的城市遗迹 1987年 前苏联科学家阿温斯基在检查火星照片时 曾在火星上的大石像周围 发现十一座金字塔是建筑 四个大的 七年小的 美科学家对该照片重新进行计算机处理后 不仅保留了原来发现的十一个金字塔 而且还分离出19座建筑物和复杂的道路 以及一个直径达一公里的圆形广场 其规模如同一个大城市 证实火星城市之说却是事实 从照片上分析 这道路建筑物的历史不会超一万年 因为时间太长了 火星上的封杀尘埃会将其磨尽的 巨大城市的遗址 以及其他种种迹象表明 火星之间仍有可能存在外星生物活动的可能性 至于这些高级智慧生物线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即使火星现在没有生命存在 那至少若干年前火星上存在高级智慧生物 火星人或外星人留下的遗期就是最好的证据 以上发现 科学家们提出了种种解释 许多科学家认为那是经过 青史和风化的自然地貌 形成人面石像和金字塔 道路等形象 那完全是偶然的 但是即使是持这种看法的科学家 也没有断然否定在火星上曾经 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如在火星卫星被发现以前150年 即1727年 约斯维夫特在他的 就对火星的两颗卫星做了具体的描写 而且与我们现在了解的大致相同 斯维夫特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知识的 莫非是在火星环境落化后 外逃的一些火星人来过地球 要么是道路火星的外星人也来过地球 美国生物化学家即立文研制 1976年7月20日由 这台仪器把一种含有失踪元素的液态化学 然后检测土壤中有关生命的信息 结果 立文的仪器探测到了微生物的打合生 立文还仔细地研究了海盗号 他在一张照片上发现 一块岩石上有从黄色渐渐过度到绿色的斑点 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苔藓 感谢收看 2013日 20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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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日